美国的内忧外患不断 那最近美国有一些报道就出来了 他们美国自己的一些这些报告 他说美国可能要用台湾来压制中国的发展 这个可能性可能不高 要不然就是美国人上已经太晚了 第二个就是说根本已经不可能了 要做的话早十年还有可能 来压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这个势头还已经不是势头了 已经现状已经没有办法 光他提一个指标 就是说美国的造船业会碾压 中国造船业的实力碾压美国 你知道中国大陆在造这个十万 在这个到这个八万顿级的航母的时候 他的船屋可以放不是只造那一艘船 他可以放三艘那么大的船 因为中国大陆造十万吨以上的船 这船屋数十个啊 那回过头来美国没有啊 美国现在的造船能力是非常糟大 所以过去五年有一个形容词说 中国海军的军舰像下角之一样 我们都下过角 角之长得真的还像船 就是一个个往下下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造船 军舰造船真的像架角之一样 我光一个095好了 这叫两栖攻击舰 这个4万吨的095两栖攻击舰 你看上半年的时候 两艘 一艘入列一艘下水 到下半年以后我看到 两艘入列一艘已下水了 现在在水里面有三艘 他预计是六到八艘 现在还有三到五艘 还在这继续的扩建 4万吨的两栖攻击舰 我一些懂军事的朋友就说 你要观察这个舰 这个就是针对台海局势的 因为它这个上面 它这个可以载这个攻击直升机 然后有三艘这个气垫登陆船 然后气垫登陆船可以带坦克 然后海军陆战队 大概可以在船上就一千两百人 如果靠近的话 它一个部队很快就可以快速投入到战场 那如果有六艘的话 那台湾包围起来 这些随时可以上岸 所以大陆的军事能力 尤其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能力 事实上是光造船业 现在碾压美国 所以美国人也有些人得到资讯 也就是说 还是不要跟中国大陆军队直接冲突 没有胜算 其实我们用船这一点来做例子 已经 还没真正抓到核心 抓到核心的话 就要看东风17跟东风21了 这两个所谓的极音术 无法拦截的飞弹 事实上 在它前几年出来的时候 已经逼着美国 把战略重心从第一岛链往第二岛链撤 因为 2500公里的射程的话 在这个中间 美国的任何军事设施 它没有办法确保不受到攻击 这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好 美军的基地也好 或者美军的这些 军事设施也好 都是极大的威胁 所以事实上 就是说 中国大陆 对美国而言 从军事上来讲 已经是一个 在区域战争里面 无法战胜的对手 而且中国大陆的杀手舰 对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现在束手无策 这就是美国将来考虑到 跟中国大陆 有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时候 军事手段 是不是可行 还是尽量不要 把这个冲突提升到军事的对立 即使有军事对立的话 那透过代理人 美国也不要直接跟中国大陆的军事 进行中心冲突 这也是说今天 俄乌发生战争以后 拜登一开始说 我们不会涉入 我们只会支持乌克兰 那这个情况 俄罗斯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对俄罗斯的核子武器 束手无策 他如果跟俄军直接接手的话 那么如果螺旋升高的话 变成核子战争的话 美国符合他的利益吗 为了一个外国 去惹来一场核子大战 值得吗 当然不值得了 在台湾有一些人 自以为自己很重要 美国一定出兵 我说绝对百分之百不出兵 我真的想大家来赌一把 而且下注越来越多 为什么 从尝试就知道了 美国会冒着核子大战的危险 然后跟中国大陆 为了台湾进行军事冲突吗 除非他的决策者脑袋完全坏掉 他会做这种无脑的决定 除非美国本土受到攻击 美国才会 才会跟中国大陆最及时冲突 台湾不是美国的领土 他讲的什么道德 什么什么什么民主 那是什么讲 那是骗人的 他用台湾就是用来台湾来怎么样 来怎么样 来制衡中国大陆吗 过去几十年不就这样吗 台湾就是美国手上的一支旗 一个工具而已 你会为一个工具 牺牲你自己的性命吗 工具是保护你的性命的 你不会用你的性命来保护这个工具吗 这个不要说我们都懂 三岁小孩也懂啊 所以做工具的人 在这个被当做工具 还有人相信自己人家会把他 这个使用工具的人会把他性命都牺牲来保护你这工具 那只能说这个工具里面的脑袋有问题吗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迟早把你这张牌打出去让你去怎么样 让你去怎么样 自己去自相残杀 最近今天报纸上说 美国援振台湾的坦克第一批第一批坦克已经到了 哎很先进的坦克 过去美国扭扭捏捏弄搞不清楚 现在呢坦克进来干嘛 帮美国跟大陆打仗啊 在哪里打在台湾打啊 就这么简单啊 台湾有些人脑袋有问题的你去打啊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过去的企业家 对不对 还没有还没有恢复我们国籍就已经开始放言高论了 还最后最后说哎呀我已经恢复国籍 所以要在台湾怎么样 要台湾年轻人怎么样 去受军事训练准备干嘛 准备四十大战一场啊 我说现在被笑他是现代义和团 后来说他比义和团还差 有这种头脑的人我真的不晓得 他可能是装傻 他硬有所图 要不然他怎么会经营一个企业啊 赚那么多钱啊 我讲这不是他的真正目的 他别有所图 他爱台湾吗 他根本他他他他当时把台湾的这个 他这个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啊 对不对 回过头来又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半天 所以呢我是觉得 呃两岸问题啊 要冷静客观啊 然后射身处地的想啊 对啊你要知道一个核子炸弹中锋四十一 一个炸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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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飞弹打下去十颗分导弹啊 分导弹在中途还可以转换目标 十个城市就会被被没掉 美国有几个十个城市啊 一颗城市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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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弹 分导弹下去就完了 两百年的美国历史也就终结了 他会问你台湾冒这个险吗 想都知道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不要在那边骗人了 心想都知道